最近英国连续下了十几天的雨 而且呢也进入了冬令市 这就意味着下午四点钟不到 你就可以开始看星星了 这是我家后面的一条运河 看到那个闪闪发光的24K斤的狗眼了吗 还有我的百万级追光效果 打了一个手电 不得不说呢每一次看到这个狗子 搬向我的时候都蛮开心的 天空里最明显的那一颗很亮的容易发现的 应该是惊醒的 运气好的话呢 如果没有云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小熊座 言归正传呢 现在我们虽然天黑的很早 但是我还是想去找蘑菇的 夜晚呢是小动物们觅食的好时间 这是一颗正在消失的毛头鬼伞 整个蘑菇都是在发光的样子 毛头鬼伞是纯白色的 嗯 却你也归伞是黑底白毛 这是我发现的一颗非常大的碳角菌 它应该在这里落后很多年了 然后旁边有往年的痕迹摸上去都非常的硬 拉蒂文的意思呢是低氧雾霉 今年的雨水很多 所以呢 蒸磨出的时间也比较晚 最近才开始见到 不要看它才这么小 我现在对蒸磨的辨认超自信 再过几天这边应该就可以大丰收了 另外今晚还找到了这种漂亮的小蘑菇 但是实在是很难定住 虽然我希望它是小鬼伞 但是小姑都变得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觉得它应该有一点像是鬼伞 但是这个是当晚的辣魔王 这个个头很离谱的 平均的伞盖应该是2-6厘米 最后是一些珊瑚菌